第一步我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用到的花材 首先是这个南瓜 那像这样一盘南瓜 然后呢就是我会利用到四海棉 那这个四海棉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四海棉你可以 我这有一个sample 是像这种 大家可以买这种whiteful 所以它是四海棉 不要买那种whiteful OK那四海棉呢 首先我会把这个四海棉浸泡在水里面 让它充分的吸收水分 像这样吸收水分 那这个四海棉在浸泡水的时候呢 我会加一些 我之前已经放好了肥料 还有加了一点一点的bacon soda 那是防腐的防止腐烂的或者气味的 那你就把这个首先先要把这个四海棉浸泡 然后用水湿透 好我刚才匆忙忘记把这个事先把它泡好 好我们先把它这样把它充满水 然后放在这边准备利用 那首先是这个南瓜花呢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做 就是你要把它的这个盖取掉 然后把里面的囊逃空 像这样 刚刚过完这个Halloween 那Halloween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家里会做这种南瓜灯 那其实和制作这种南瓜灯的方法是一样的 你同样是要逃空 唯一不同的就是你不需要去做造型 你只要把它做成一个像盆的样子 那这样就可以了 逃空 然后让这里风干 晒干都可以 稍微让它就是干燥一点就好了 然后盖子也是这样 那我盖子呢将来我会要做一些造型 所以我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景去掉了 你也可以不用去掉 直接用它比较天然的方式 好 南瓜灯这个盆准备好了以后 那就是花 那我要介绍的花呢 我其实今天用到的花呢不是很多 主要呢是Sunflower 秋天的花 然后呢就是用了一些 因为银冰嘛 玫瑰花 和康乃兴 还有最主要的就是这种 应该是Dizemount 除菊一种菊花 秋天的菊花 那颜色 也请大家选择类似这种 它应该是 Sweet Dinosaur 它是一种新红色 甜新红色 这个呢其实甜新红色 大家可以就是记住 这个甜新红色 其实它就是秋天的红 就是秋天的颜色 然后我加了一种红色 然后我加了一点点这个 然后我加了一点点这个 莉莉蝶蝶蝶蝶 最主要的 其实我花不是用的很多 最主要的呢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叫Full Bissensers 那就是它最主要的就是秋天装饰的 它的Filling 我们叫Filling 但实际上它就是天冲 天冲这个你的花材的这个植物 那这种呢叫Bing Pong Bing Pong 它应该 中文应该叫 风 出辣花 还是冲冰花 我不是特别清楚 这种Bing Pong 应该是很常见 超市里都会有 常年的供应 尤其是秋天的时候 然后就是这种 它是 类似像枫叶一样的这种枕叶 然后再就是枫叶 那我会用到一些枫叶 然后达里花 还有我们要用到的 比如说最常见的这种Maring Gold 就是这种所谓的万寿体 秋天的菊花 还有就是我今天用到的 这种像枫叶的花一样的 大家可能 不是很清楚 枫叶的花 但是它的英文呢 其实是叫做Purple Fountain Grass 其实它是 有一点紫红色的 这个是最典型的秋天装饰花的用材 最终装材 那你也可以叫它枫叶的花 但是实际上它是 Purple Fountain Grass 这种最野花 这是我们北美秋天 应景最常用的这种 Fitting这些花材 这是我用到的其中 其中的一些小部分 然后呢 把这些花材准备好以后 我们还要做一个准备工作 就是把这个花盆 南瓜花盆准备好 好 刚刚进来的朋友 如果你的南瓜准备好了 你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像这样 把盖子 你只是拿刀把盖子切一个口 取下来 然后把里面的羊掏干净 封干 这样就可以被用 然后呢 我第一步是要用 大家可以随便找一个塑胶袋 那或者是塑胶把它覆盖住 那我就找了一个没有用 废弃的这种海绵塑胶 最近来 像这样 我这时候就可以把我的海绵 放进来了 在放进来之前 我会根据它的 大概的 高度把它做一下 切割 大家看到 好 就像这样 把这个四面角切一下 让我们 就方便我们 插进来 好的 插进来以后 我们再把 这个四面 把它剪掉 这个 你可以用塑胶袋 也可以 然后用这种塑料活摩 也可以 它最主要就是 用它来 防水 好 这样 弄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我把这个 水擦一下 好 这个呢 这个海绵的高度呢 就是根据你需要的 你这盆花的高度大小来 决定 如果你觉得这个 比较高 你可以随意的把它切割 我基本上 就是要这个高度 所以我一般 用的就是整个的 这个海绵的高度 所以我没有把它 不需要把它做切割 好 这个做好了以后呢 那有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是 那特点就是把这个 如何把这个装饰 放在上面 那装饰方法很多 大家可以放在盘顶 然后把花插上侧面 也可以放在斜的地方 那我为了显示它更有 秋天的侧点 所以我 我把这个呢 加了 一个这个 我用这个枫叶 和 这是一个干花的 万寿菊 那它非常的代表秋天 所以我把 这个枫叶和这个万寿菊 配在一起 插在这个 上面 我为了让它 装饰的更有 秋天这种 消瘦的感觉 所以 做了一点点 小小的 装饰 那就是把它 这样绑上 点灯 然后 插进来 这个呢 就 用这个盖子 这就变成了 一个 花的感觉 好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想把它放在侧面 侧面 所以 直接插进来 直接插进来 好 大概就是这样 插在这个 侧面 然后 然后 我们 现在来 开插 这盆花 那插这盆花呢 我先主要呢 从底部 就是 这个 飞领开始 大家修饰这个 塑胶的时候 可以把它修饰的 稍微干净一点 省得到最后 表现的 它没有那么 美观 可以把它 剪的 比较干净一点 好 我用了一些 这个枫叶 做最底部的 就是像这样 插在最下边 那这个枫叶呢 也都是 比较 有一点快干了 干的 然后呢 比较萧色 所以 有点滥渣渣的感觉 没有关系 那这个 其实它就是一个 秋天的颜色嘛 所以 这就是 枫叶 那我就把这些枫叶 这样 最下边的时候 加了一点点 大家沿着最下边的地方 这样插进来 你不用放太多 那就 四面 它一点点就好 然后我就 放这个 飞了 我这边有一些 之前剪下来 一些比较小的 那我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像这种呢 它 你可以用手 稍微 把它弯一下 弯成 一个弯的弧度 然后 放在这个 角落 沿着这个角落 我们要把它插到底 尽量让它弧度 这样比较好 比较好看 对 然后 这些比较小一点点的 你可以先 事先把它剪好了 放在这边 被用 就是比较小的 也可以 从这里边 我来剪一个 那我们剪的时候呢 尽量从根部 剪下来 它都是直的 那我们稍微 把它弯一下 这种秋天的叶子呢 它就是 这种 Fall season 的特点 就是它 在 接近干燥的时候 它基本上 颜色是不会变的 就是这种颜色 就是这种颜色 所以它会 tip的时间 会很长 你基本上 插进来 不用去碰它 好 我把这个插在 另外一个角 基本上 就是这两个角落 我们把它 全部像这样 剪下来 剪的时候 小心 像这样 大家看到 剪完了以后 它这个枝上 不是还剩这些吗 这个我是会 放在 最后做 主要的 这个根茎的 枝上面的 然后呢 也可以用它来 支撑你这个 南瓜的 这个盖子 那如果 像 其他做法 我不把它 盖子放在 侧面的 我如果放在 正面的话 就会用 利用它 把它穿进来 然后插到底 盖在正上面 这是其中的 一种方法 好 我接着来插 那接下来呢 是另外的 后边的这一面 一样 插到底 然后我利用它 弯下来 这一面也是 然后就把这个细效 做一些 煎出 天空下来以后 基本上 全部是用 这个叶子 来做 天空 好 这是第一层 用这个 Fall Essensile 那就等于 第一层 就我们 基本上 就是这样 天空好以后 在其中 有一些缝隙的地方 我还会 把这个枫叶的叶子 插进来 这是纯粹的枫叶的叶子 穿插在中间 穿插一些枫叶的叶子 在这中间 好 前面正面的时候呢 因为我前面的正面 我会要放 这个Sunflower 这个Sunflower 放在正面 用它 那这个Sunflower呢 我想让它 稍微的 支出来一点点 高一点点 所以我裁的时候呢 就留的 那 大家裁Sunflower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斜裁 然后呢 因为它比较粗壮 所以你在斜裁的同时呢 你还可以 把它 稍微裁成一个锥形 便于你插进来 修理一下呢 让它成为一个锥的形状 这样呢 就便于你 把它插进来 大概是这个高度 好 我现在Sunflower 就是这样插进来 那让 两个枫叶 在下边 同时呢 因为我不喜欢 太黄色的基调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像这样 把 如果把黄色的叶子拿掉 那Sunflower呢 像这样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非常的代表 秋天的 Green 就好像成熟了的 一样的 葵花纸的 纸盘一样 那 其实你 你看 它这个里面 还是在生长 要长纸的 这种感觉 所以这两边呢 我会把这个绿色的 放在 后边 转过来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时候呢 我会取两朵 一朵 还是一样 我们把它 插 插得比较 尖一点 给你插进来 好 我会放在 插下 好 左边一朵 我会放两个 同样的 我们在插之前的时候呢 都要把它 修得稍微 尖一点 插进来 好 后边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基调呢 就是用这个盖子 这朵花 做装饰 然后呢 用两朵 成熟的 像是葵花 那就是等于 它有点像 萧色的 像是葵花 做基调 放在两边 那前边这个呢 是 黄色的 新鲜的 就是好像 刚刚成熟的 这个 向日葵 放在两边 这是第一层基调 那因为 是迎冰花了 一定要五颜六色 灿烂的感觉 所以现在呢 我就要加进一些 玫瑰 和康乃兴 那玫瑰和康乃兴呢 都是非常漂亮的花 也是 我选择的呢 是两种非常鲜艳的颜色 一种就是 一种就是跟大家介绍过 其实它是 新红 就是所谓的大红 也是一种 也叫甜新红 就是你感到它 特别的sweet 所以也是 情人节会常用的 这种 这种玫瑰花 那这个花呢 我就放在两边 那这个基本上 突出的情况 就是长度 高度和你插进的 前面这朵 像是葵 差不多 要跟它一样的 长度 对 方围 维度也要相同 那裁的时候 就是像这样 我们也是 斜裁 一定要斜着 裁 裁出来 所有的 没有用的叶子拿掉 好 那我们的玫瑰 基本上也是像它这样 稍微弯一下 然后 插进来 好 这是玫瑰 这朵一样 我们比一下 维度 好的 弯一下 好的 两朵玫瑰花 插好 我加了两朵 糠奶芯 一样的方法 斜裁 然后 放在 向日葵 和 这个 玫瑰花的 中间 那这个 康乃馨 插进去的时候呢 为了 有它这个层次感 所以你把它 要介于它们两个中间 然后呢 稍微的 矮一点 太大了 再拆一下没关系 就是让它 靠近里边一点 好 康乃馨感觉上就是像在辅助这个玫瑰花的感觉 像这样 我要介绍的是这种除菊 那这个菊花呢 我们在采的时候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 像这样 一个一个的采掉 然后 基本上三朵 三朵花放在一起 成为一个基准 也是一样 我把它稍微的 拆出来这个 好 这种除菊 除菊呢 它做天冲呢 是最漂亮的 所以我这两朵 主要的 我放在 半边 看到两朵 玫瑰花的上边 插进去 对 好 辅佐在中间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呢 我会取一只 这个 B pump 大家可以挑一 挑一只这种 绽放的比较 漂亮一点 这样好 这只好了 那有五朵在这上面 有开的 有没开的 就比较自然一点 我踩到 我需要的高度 正中间 插到底 这基本上 就是这样 插到底了 然后 这个时候 我可以把 这个 我这个 南瓜的 盖子 固定了 那除了 插进去以外 我们要固定它 我会用 这种小的 卡子 把它 卡在 湿海绵上面 好 固定好以后 我们现在来放 这个之前 我也跟大家 忘记跟大家介绍 我还要用到 这种 它也是 Fall Season的 Essential的一种 秋天的 所用到的一种 偏充的 花财 对 这种花财呢 叫 Nastarsum Nastarsum 中文叫什么 好像是叫 汉金莲 我不晓得是不是 这种Nastarsum 也是超市里 很常见 秋天的时候 还有圣诞节的时候 秋冬季节 都会 插花 会用到的 这种 军冲物 那这种 它 这种颜色 就是 也是秋天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也是秋天红的一种 那我 选了很多 大大小小的 用它来做天冲 那我会选一朵 比较 看起来比较 漂亮一点的 这个红色 多一点点的 好 我们也是一样斜柴 然后把这个叶子 拿掉 放在 正中 正中间 然后用两只 比较小一点点的 这两个 比较小一点点的 我做 一样斜柴 放在 我这个 向日葵的 两边 掺出来 像这样 掺出来 然后我会选一只 稍微有一点点弧度 弯度的 稍微有一点点弯度 有一点点弯度 把它做一些弯度的 再放在上边 准备好一只 上边的时候呢 会放 三只 一样准备好 大小三只的 大小的 高度大小 基本上 到三个 高度 差不多的 这样三只 好 一 二 这个高度呢 不要超过你的 这个高度 超过你的 总高度 这个有点高 我们如果 这个高度 可以再裁一下 这是三只 前边 大家能看到了没有 好 继续天冲 这个地方呢 我就用到了 这个 这种小型的蝴蝶兰呢 它是 其实它是 康乃兴这种草科植物的 一种 它是很多种花 那其实我只需要一朵就可以 一束就可以 用在 上边 大家能看到没有 那其实 相对来说呢 就是 这有 三个颜色 三个层 然后呢 再加上 醒目的 夏日葵 那就构成了 这盆花 前面花的 那 迎宾的意义 那接下来呢 就是 这个 这个芒 橱菊 天冲在 这个 下边的 这个 缝隙 你看得到的 部位 用这个橱菊 把它天冲来 放在 玫瑰花的周围 围绕着的感觉 你尽量的 把它 铺得越满越好 就是 贴着这个 海绵 放 就可以了 好 然后还 如果还有缝隙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这个 Full Seasons的这个 Leaves 添在这个缝隙之中 好 这个基本上 天冲完以后 我们可以加一些 黄色的 这种 菊花 就是 这种 黄色的 黄菊花 它也是秋天的颜色 放在这里 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菊花 因为它 特别容易 卸掉 而且容易腐烂 所以呢 我用了 来天冲它呢 用了很多 这个 这个叫 Bit Palm 这种Bit Palm 它基本上 不会腐烂 那它这个 一朵一朵的 这个颜色 也很好看 所以我用了很多 它来做天冲 最后边的地方呢 那最 在最后边的时候 我放了一朵 这个 前边 是 这个 向儿葵 那 最上边 我就加了一个 这个橘色的 BB 然后 大梨花 然后 后边 会用很多的 这个 枫叶 把 后边盖住 这种枫叶 取了一个 枫叶 最下边 盖住之后 我们看到后边就是这样 就是后边的颜色 那后边呢 我现在来做后边的装饰呢 放了这种结梗 秋天的结梗 这种结梗花呢 尽量从下面 尽量让它放在花的下边 好 然后 这是后边 然后前边 和侧边 我也会放一些 这个结梗 这个结梗 好 最后呢 我来放这个 之前跟大家介绍这种像枸椅花一样的 这个 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它就是点缀 和这个 风托我们这根花气氛的 The Porn The Porn Flower 那我放的时候呢 会四面 就是把它填满 大的放在下边 最下边 和正前边 放了两个最大的 然后后边 也是织起来 放了两个比较 这个 比较大一点点 后边的就把它放的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 在上边 也会差两个 正中间 也会放一个 还有一个 会把它加在 最下边 还有一个 是最 最下边一层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 你所看到的这个 凡事露出来的 部分 我们用 这种 小的花包 花蕾 把它覆盖 那我后边呢 放了一朵 扑扑状 其他呢 我都会选这种 好 用它 两边 配在 这个两边 再 拆两朵 小一点点的 放在 后边 这样这棚花呢 它就有 颜色是五颜六色的 然后也很 然后也很 讨喜 其中有 很讨喜的颜色 然后也有 节日 庆典的感觉 那就 利用 这些秋天的 这些植物 自然的植物 来做出 这种感觉 出来 好 那其实你花 不用太多 你也可以用 Vily 就是百合花 那种大朵的百合花 上开 上开的感觉 它也有 非常淹淹 非常讨喜的感觉 然后我们 必须把 其中还有一些位置 把它填满 那我用的 很多的 可以看到的 基本上就是 嗯 最后在天冲的时候 我们就是 利用 你的感觉 来放 那比如说 像这边还有 还去 好 那我们 擦花呢 在你的 固定好以后 最后 在做装饰和 点缀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考虑 这个 对称啊 比例啊 啊啊啊 还有这些平衡感 啊 因为你 最终的平衡感 基调 打好了以后 其他的就是 自然的放进里头 他有一些突兀啊 那就是花的 自然的感觉 所以 很好的 那个 不需要做 做特别 勉强的 呃 感觉 对 好的 基本上 我们这盆花 就成型了 大家可以看到 好 这是 三百六十度 呃 基本上 这盆南瓜花的 样子 那为了 呃 更有节日的 一个气氛呢 那我 还会放一点点这种 节梗 那他也是一种 呃 秋天的 节梗 那也是我会 把它插在 最上边的 放死 两个 这个节梗呢 加进去以后 就会 更有 呃 秋天的 感觉 好 节梗 加进去以后 呃 那我们 有一个 烘托 呃 节日的 就是 呃 这个南瓜 小的南瓜 装饰 这种 小的南瓜 装饰 呃 呃 你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用呃 呃 真的南瓜 呃 小南瓜 来像花一样 装饰在上边 呃 呃 呃 这个呢 也可以用呢 假的装饰 好 那这个 小的南瓜呢 我 后边 前边吧 前边放一个 后边放两个小的 基本上 这盆花 啊 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 呃 好 这就是一盆南瓜花 很漂亮 谢谢 谢谢老师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